我要道歉 因为我的笑话可能没有刚才的李教授那么多 他是很有趣的一个人 那接下来的30分钟呢 我会跟大家去讲一讲这个药带动力学PK 那我这个当中呢 其实也会有一些关于这个生物标志的 那生物标志方线如果有重复的话 我可能就不再去讲的太多了 因为刚才李教授已经讲了很多这个生物标志物方面的 那么我主要会跟大家讲一讲一些药带动力学 药下学以及不良事件的一个识别 除了在第一个阶段我们所搜集的这些安全的数据以外 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这些药样本 比如说它的一个尿样 它的一个血样 其实在这个一期的阶段当中我们就收集了很多 通常来说很容易就能够收集到就是250cc的这样的一个血样 而且呢我们也讲到了这个肿瘤 还有就是皮肤头皮头发这样的一些样本 那么我们拿到了这么多的一个样本 我们从样本当中可以获得什么样的信息呢 我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PK药带动力学 那其实在药带动力学当中我们就是去了解这个身体怎么对这个药物发生反应的 那我们如果说身体不适应这样的一个药物 身体会对它产生一些机制 试图去排除这样的一个药物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去研究整个的一个身体当中 对于这个药物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它的吸收它的排出它的代谢是怎么样的 这个就是药带动力学所关注的一个领域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药理的研究 让我们去更好的理解这样一个药物进入到体内以后呢 身体是怎么样是对它做出反应的 那么PD药效学跟刚才李教授讲的可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这个药效学当中并不一定总是用到预测的生物标志 比如说如果你是研究这个EGF的抑制剂 然后呢你去看它的一个PERC当中的一些值的变化 那么这个当中并不一定是要用到预测的生物标志 因为我们知道ERC它可能是下降了 那它并不一定是说跟一个预测的一个生物标志相关 那么它可能只是去表明说你的一个身体当中 在它的生物组织当中也是能够发现一些变化 能够发生一些痕迹 那如果说它的KICC7下降了并不代表一定是说 这个病人他是对这个药物产生了反应 所以的话呢我觉得这种药效学的这些生物标志并不见得一定都是一个预测的生物标志 我们刚才也知道预测的生物标志 它可能是一些使这个病人基因上面的一些这种特征 使它对这个药物能够更好的产生一种反应性 但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PD药效学当中 其实不仅仅会有预测的生物标志 也会有预后的生物标志 现在我们就来一个个的讲 首先是PK药带动力学 那在这个当中会用到雪浆样本 有的时候还会用到像尿样这样的其他的一些样本 来去测量它这个随着时间变化的一个发展 它的代谢水平 在这当中可能也会有时候用到这个肿瘤的样本来去做 我们很少会用到肿瘤的样本 我们会用到一个替代物 通过这样的一个替代物来去做一个采样的研究 然后来去反映说它身体体内的这个肿瘤内的这些变化和反应 因此在这个当中 我们会在用药之前会测一次 用药之前会取样一次 有的时候呢 不管它是通过注射还是通过口服 服用了这个药以后 那要看看这个药它在用药以后 它是怎么样去清除的 这个也会在之后的不同的时间当中呢 去进行一个采样 所以在时间上面 我们会在第一天有不同的时间点去进行采样 然后在这之后的话呢 我们也会在重复给药后反复的去进行测量 通过这样的一种反复的测量来让我们更好的去观察它身体对于它这个药物的一个代谢反应 现在呢我们看到其实它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 首先就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确定一个结果无效 如果说这个药物其实它并没有达到你想要的一个治疗水平 那可能你就要考虑这个药是我要放弃的 因为你反复的用这个药 然后呢每一个药量每一个剂量你都去用 但是呢它却没有达到通过这个药带动力学 却没有达到一个你想要的一种治疗的效果 那么你就大概能够做出判断说 这个药可能是不能够带来肿瘤细胞的肿瘤的一个缩小的 是不能够产生效果的 另外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它没有达到这个治疗水平 除了刚才我提到的一个剂型 可能是这个药物的问题 还有可能是因为生物的利用度 还有可能是自体的一个诱导 如果说它这个病人 它的身体有一个自体的诱导 把这个用药的这个效果给它 使它无效了 那你也就没有必要对这个病人用这一类的一个药剂了 另外呢还可以就是帮助我们去判断 有的时候它是达到一个饱和水平 或者是平台期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它一些不同的模型 有不同的一些PK的模型 来去帮助我们研究这个药物 它的一个药带动力学 比如说在这里呢 在一级消除当中 你看到呢 它用一个药以后呢 它的消除率的一个比例 它是跟这个药物的浓度成一个比例的 那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 对于这个剂型的一个效果 它的一个研究 另外呢 还有就是在一些零级的消除 可能说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不管药物的浓度是否变化 它的消除率都是保持在恒定的 而且每一个单位恒定的 每一个单位时间呢 它是一个恒定数量的一个消除药物 然后这样的话呢 随着时间的一个积累 那可能会使得人们会有一些不同的反应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呢 这个药带动力学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 这个药物进入到这个病人体内以后 它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那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确定 它的毒性 这里是Hedgehog 抑制剂的一个研究的一个案例 这是Roche公司做的一个临床研究当中的案例 那你可以看到呢 它是有一天有15 30 45到60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浓度剂量 然后你会看到 它到了某一个点以后呢 它就达到了一个饱和的状态了 那到了这个饱和的状态以后 你就没有必要再给它提高了 你可能是大概150的时候 如果达到了饱和 那你就没有必要再给它去提升了 所以的话呢 这个使得我们更好的去使用这些数据 来去选择我们的一个剂量 以及我们的序列的时间表 另外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个给药方案的决定 比如说它有一个非常长的半排除期 那么如果它这个半排除期非常的长的话 那么你可能就要更换它的一个给药的频率 那你给了它一个药 它可能不是五天能够去获得一个药效 它可能需要更长的一个时间来实现它的一个药效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更换你的给药的频率 还有呢 有的时候会用到一些复合剂量 以更快的去达到稳定的状态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药带动力学的这些数据 帮助我们更明智的去做出科学的给药的方案 通过它的一个半排除期的一个研究 看看它的这个身体大概需要多长的时间 能够把它的50%的药物所清除 然后呢 去看看它的一个 如果说半排除期非常的低 那么你每一天可能就要用两次 用三次 而不是说一天只服一次 那如果说它的半排除期非常的长 那你可能就是一周才用一次 也有可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它刚才提到的一个 对于我们用药的一个决策的帮助 然后看看它其他的一个 就是帮助我们决定读性 以及料效观察 它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解释 通过这个我们可以去了解 它的一个Cmax的关系 与暴露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关系 然后看看你的一个效果 或者是它的一个读性的一个预值是多少 还有呢就是它浓度与时间之间的一些关系 这个都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去做决策的 你看到蓝色的部分 你可以去计算每一个药品 它的一个暴露的一个时间 就是在用药以后的一个暴露 铺露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些数据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它的一个 Cmax ISC 还有就是它跟它的毒性是实现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这里的这个50毫克的一个比例的时候 在到了50毫克的时候 它的一个毒性就比较高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可能对于这个病人来说 它对于这一个毒性 它的剂量的一个耐受度 可能就相对不是那么高 那么这个就是可能我们要对于这个病人的药物 所确定的一个预值 因此的话呢 我们通过这样的数据 可以更好的去确定这个病人 它究竟是有多大的一个耐受度 然后来去决定用药的剂量和用药的频率 我们这里其实也可以看到生物标志物的一个作用 那么它其实也是跟一些生物标志物的变化相关的 你可能看到在有一些浓度上面 它就会出现一些生物标志物的活动 或者说呢在有一些地方 它根本没有出现一个生物标志物 那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决定 它的一个某个雪浆的浓度 然后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 不同药物之间的相互的作用 或者是食物对于这个药物之间的一些相互的作用 通过这个药带动力学的数据 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 比如说这里你要么就是给它一夜进食的一个空点的那个 就是一夜进食的 然后呢还有包括它吃低脂的早餐和最实行点的是高脂的早餐 它的一个不同的效果 那么如果说你发现这样的一个数据 可能你不能在它的一个饱腹的状态下给到这个药 可能会在它相对比较空腹的 不是那么饱腹的状态下面来去用药 它的效果会不同 因此通过这样的一个 你可以找到它药带动力学上面的一些数据 帮助我们去更好的用药 另外呢这种药带动力学 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某一个抑制剂 那它在这样的一个相互作用下 它的效果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比如说你用到这个 病人会问你每一天我来做这个临床实验的时候 你为什么都要抽我那么多的血 那你可能就要通过这样的一些数据 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向病人做一个解释 我们其实我们不可能在这样的一个 一期试验当中就做三千人的一个试验 我们希望就是在拥有的这样的一个 病人的数量的基础下 拥有的这些受试者的当中 尽可能的获得多的一些数据 把这些数据呢整合起来 保证我们呢在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时候 能够提供有效的一些信息 来帮助我们决定第二个阶段的一些具体的指标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其实呢就会提到生物的标志五 那么一期二期三期它的一个区分 在一期的一个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有一个安全性和推荐剂量 然后呢到了二期的时候呢 我们会找到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生物标志 然后把它跟一期的这样的一些 做一个比较的研究比较的分析 通过这两个阶段的一些数据的一个分析 来帮助我们决定第三阶段的一些指标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 我们就要去决定说 是不是要去到第三期 因此的话其实在一期的很多的这种研究 我们会用到这样的生物标志 不仅仅是会用到这些药效学的 而且还会用到药带动力学的这些生物标志 那一期结束以后 你如果发现这个药在这个病人体内 根本就没有反应 根本就没有效果 那你有一些生物的标志物 然后你有它的一些采样 然后你会发现它在这个药效学方面 并没有产生很大的一些变化 它的生物标志物也显示 从药效学的角度来说 这个药物并没有获得积极的效果 那么大部分的这些制药公司 也会愿意在这个阶段就放弃了 就不再进入到第二阶段了 因为你从第一阶段来看 它的药效学的这些生物标志物 都显示没有用 那如果说它有用了 你才会去进入到第二阶段 那第二个阶段当中 不仅仅是去证明那些效果 不仅仅是证明那些在没有选择的这个 实际上这个当中 刚才李教授也讲到了 不能够去不选择这些受试者 说反正我只要有这么多 我加进来就给他做一个测试 其实刚才的嘉宾也讲到了 我们即便在第二阶段 还是要对这个受试者做一个严格的筛选 让我们的这个第二阶段的这个研究 能够更加的有意义 更加的有针对性 因此的话 到了第二阶段 其实还是要去找一个适合的一个受试者人群 然后呢 在这个适合的受试者人群当中呢 去寻求一些生物标志物 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决策和研究 那我觉得这个未来来说 可能还会把它再缩小到一个更加小的一个受试者的人群 在这样一个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个受试者人群当中呢 去进行这种分子靶向的一个疗效的研究 那在这个生物标志物方面 我就不讲太多了 因为刚才李博士已经讲了很多 我们怎么样去选择生物标志物 怎样去复及病人 怎样去选择等等 那么毕竟这个是第一阶段当中 我们对这个药物其实知之还是甚少的 我们对它了解 我还是不是很有把握 那所以的话呢 我们其实还是应该去选择一个严格的这种受试人 严格的去进行受试人群的选择 然后呢去再做一个实验 然后再去对这个受试当中的一些病人 做一个扩充 做一个复集 所以其实这里你可以看到 在它的细胞线上面 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它的一个结果 它的还有一些身体的一个反应 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靶像跟这个药物之间 通过这个细胞线 通过这里的图表也展示了 它们之间是有密切的联系的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可能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 相信我们要去复集病人 或者说要去进一步地继续这个研究 那你这个时候要去 还要看一看你的生物标志物 是不是要去做一些限制 还是说你把更多的一个 复集病人带进来 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可能你要考虑复集病人 并不是一个特别理智的一个选择 我们很多人都会往后看 就是说回故事的来看 比如说先我们做完了以后 再去找到这些人群 你先做研究 再去找研究 再去找这些人群的共同之处 去找他们的特点 同时有一些病人 他可能没有反应 不要忘记这些了 还有那种有抗药效果的 这种生物标志物 其实你还不确定 你的生物标志物 那么你也可以利用 你的这个数据 来帮助你的病人 往前继续地走 那么这样可以推动 你的对这个药物的研究 我之前讲了很多 这个顺序的问题 我不会再多讲 但是我们在自己的医院里 自己的案例里 都会想到这些问题 这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 还是说这是一个 很窄的一个方向 还是未来会有很多的 一个危险性风险性 你需要自己不断地去评估 那么我想答案应该是 可能几种都有 这些因素都会有 所以我们要发现这些因素 找到这些因素 并且为它 让它们为自己所用 这是一些数据 显示出来 在某些情况下 这种尽量的这种丰富性 会有一些好处 我们看看这个 Resis的反应 患者有一种异常 给他这一种药剂 可以帮助他 找到这个通道 但是这是一种回顾性的研究 你要很小心地用这种方法 有些病人 他们的用这个疗法 可能会带来一些副作用 或者是复杂的 或者是有些复合的这种药物 再来看看这个 半型诊断标志物的开发 那么有的时候呢 在把药用在人身上 第一次的时候 它的这个生物标记物 会随着你一期临床使用 然后呢 用到二期 再二期来对这种半型诊断标志物 来进行验证 然后再用其他的测试方法 帮你找到那些合适的病人 那么这是一种理想的范式 但是难点就是 你的这种半型诊断标志物 它是一种非常特殊性的 你的案例也是很局限的 那么它可能 不仅要用这种很昂贵的药物 还要用很昂贵的这种kit 来伴随使用才行 现在来看看一些 常见不良事件术与标准 也叫CTCAE 大家可能很熟悉了 那么其实 它对于之前的版本来说 有了一些调整 所以有版本一 版本二 版本三 版本四 所以大家 要确保 在不同的文本 不同的版本里面 它的这个读性的标准 是不是一样的 在一期里的这种读性呢 其实是很难完全理解的 如果这个一期里面还在有这种疲乏的问题 那你就不知道 疲乏到底是由kit 理解导致的 还是由这个你给他的服药导致的 那么也许到了研究最后 你要知道 由于药物造成了多少累积性的 增加性的这种疲乏 所有这些问题的界定都不是容易的工作 因为你要分析这种读性的时候 其实要做很多一种分析和认定的工作 那么你必须要对你的药物非常了解才可以 比如说有七个中心 每个中心都只治疗三到四个病人 那么我们就无法了解这些病情 或者一些症状的具体的特征 但是如果我能在四十个人中选二十个人来治疗的话 可能通过这个一期治疗之后 我就能知道 因为我可以找到两个三个人 他们之间有哪些共同的特征 同而让我知道这种药物的毒性在哪里 所以如果你的病人的数量更多的话 你的这个结构也会更有针对性一些 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没有选择 因为你找不到二十个可以转移的这种 可以转化的这种这种癌症 所以可能你的研究对象就非常少 那你怎么办呢 你要在这么小的病人容量里面来 就要发现这个具体的症状 所以你要有很好的分析能力才行 我相信在一期之后呢 你必须要参加每一个会议 电话会议 因为我经常在半夜会起来 来听其他的医生谈一谈 他们在使用药物的病人身上 发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我要从他们的汇报中 才能了解到 我在我的病人中可能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出现 了解这个具体的这些信息 我们来看看这些目的 我们的语言要保持一致 我们的标准要保持一致 我之前也提到 那么有的时候 生物标注物在第一期是没有的 那么有的时候 这种慢性和远期读性 在第一期试验也往往不能评估 还有累计的读性可能也无法识别 我们有的时候非常重视第一个循环 然后在周期二 三四五六以后的读性 往往我们就忽视了 有的时候这些读性 根本都没有得到汇报 那么在这个晚期的周期里面 晚的周期里面出现的读性 往往就被忽视 也没有被汇报了 所以许多中心 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心 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得到不同公司的数据 去搜集那些已经开发药物的这种数据 看看在这个第一个周期之后 后面的很多周期 会不会带来一些其他的毒性 通过了解这些已经开发的药物 来了解这个新的药物 是不是要把它对毒性的这种汇报 能够延伸到更长一些 而不是只看第一个周期 因为我们的第一期里面 一期试验里面的病人数量非常少 非常少 所以说如果 其实如果 它的这个 出现毒性的比例不是很高的话 其实你在一期试验里面 哪怕是有百分 哪怕是你有大概30到40个病人 出现这种毒性的 这种几乎也是很小的 你可能没有碰到这种毒性的报告 但并不意味着在之后的 二期三期更大规模的试验里面 不会出现这种毒性 我们可以看看 这种 这里面的 它的这个 药物第一次用于人体的 一期肿瘤试验 缓解率 及毒性相关事件的死亡 你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死亡率 是比较低的 这是因为 这里对于 病人的关心 是非常非常周到的 在我的这个中心 我们这个医院医生 会非常静心的 给他们做体检 这些病人也会非常定期 经常的到医院来进行复检 所以说 这些病人 他会觉得非常的安全 那么有的时候 在其他没有研究的病人里面 他们反而这种 就是说这种 毒性的这种报告率会更高 那么之后来看看 这个毒性的评估 我们要 我们要确保 这种毒性评估 是有探索性的 那么如果我发现了 在第一期研究里面 有一些毒性 我是不会轻易地放过它的 我们一定要不断地 详谈这个毒性 因为我想我的同事 他们对我 比我而言 对于药物的了解更多 当我们看到了 一期试验里面 看到毒性以后 一定要把它拎出来 非常仔细地去研究 那么我们也会使用 这种数据挖掘的 这种工具 我们不接近使用 我们得到的 病人身上的数据 而且要尽可能地 去挖掘更多的数据 我们要把这个 一期的这种毒性评估 作为一个试验团体来做 我们一期试验的勇气 是因为 其实我们是第一个 发现了一个不太 对头的事件以后 我们一定要有勇气 来做出汇报 因为这很可能 就会被忽视掉 我们不提出来 这个问题就会被忽视 所以我们一定要 具有勇气 具有探索精神 具有好奇心 才能做好一期的 这种试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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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听了一天的课 我们下面就接 半天的课 我们就前面所讲的 这个伦理学的问题 和一期临床实验 我们把这个 Question and Answer 和Panel Discount放在一块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大家有什么comments 都可以去谈 是从华尔冰雪冰演员所来的 今天听了这个上午 关于这个伦理学 和这个一期临床实验的 这个讲座 很收益匪浅 关于这个 刚才听了这个 李金教授讲的 这个特别是一期的 关于BioMarker 我们中国做一期 遇到一些困境了 有点对做一期 感到有点绝望 很庆幸我们实验室 我们所还没开在一起 但是我觉得 关于这个BioMarker的事情 我应该是这么认为 BioMarker的问题 因为它关键是 什么是它的BioMarker BioMarker关键是 它要有稳定性 和它的特异性 应该说 对某种疾病来说 对某种种人来说 这个BioMarker 有的疾病 是对血病来说 有的疾病 它的BioMarker就是很简单 比如说像曼利 它就是一个BioMarker 但是对有些血液病 比如说像有些 正常核型的一个白血病 它的BioMarker 有可能就很复杂 有很多 所以说这个复杂性的话 在做临床实验来说 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 而且可能是要 大量的这种回顾性的 这种多中心的临床实验 做出的结果 把这个机制弄清楚了以后 才能谈这个BioMarker 然后才有可能用到 一个一系临床 特定的患者 前提之下我想 就是一定要搞清楚 它这个真正的BioMarker的机制 然后才有可能看到应用 否则的话 如果说你做芯片也好 做什么也好 发现大量的Marker 但是你搞不清楚 只能放在那里 等以后搞清楚了 以后再回过来 再能去认识这个Marker 所以我想这个BioMarker 可能还有一个 很长的路要走 这是我的想法 谢谢 我们这位先生是哈尔滨 血液病医院的副院长 那么比如说讲那些 固体的这种肿瘤 我想说一点 现在这种 我们对于生物标准 的这种趋势呢 是因为这种临床前的数据 也很重要 我们不能光看 现在的这种通道 我们还要更加仔细 你要了解到 有很多很好的模型 这些模型可以帮助我们 更好地了解病人的肿瘤 也知道 比如说我们过去 一直在用的一种模型 这个 它的细胞线 对于一些数据来说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哪些是比较敏感的基因 哪些是比较抵抗性的基因 那么这在临床前的 搜集到这些数据 可以帮助我们 在一期和后期来做 实验中更有信心 更具有这种相应的知识 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就是比如说白血病啊 它的这个生物标志物 或者肿瘤的时候 我们仍然处在非常早期 和探索性的这种工作 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经验和教训 那么我们对于疾病 重新的定义 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 比如说白血病 我们对于它有很多新的定义 现在有不同种类的白血病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白血病 现在其实是生物学家 在发现了这个疾病 我认为 那么对于这种固体肿瘤来说 同样的路径 以后也会发生 我们对于疾病的定义 是有多种的 但是现在这种生物学上 对它的定义慢慢慢慢 已经归冻到一类上来了 我们在经历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生物学告诉我们这个疾病 什么样的特点 还有在临床上它有什么样的表现 那么什么类型的靶像 或者说有一些化疗 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有肿瘤A 但是这个肿瘤A它可能会可以用用到这个肺癌 或者什么肝癌等等 然后再看看这个肿瘤B 又是另外一类这种癌症 我们可能比如说 对于有脑瘤的病人来说 不会用到某一种特定的药 我们慢慢慢慢积累这些知识 然后到了二期临床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数据 因为大部分的这种固体的固定的这种肿瘤 我们都会比如说用到放疗 或者是用这种某种生物标志物 我们会有一种比较标准化的治疗方法 因为其实我们用了Fibonmachi模型 还有用了化疗的方法 而化疗又是基于MTD 还有这种可承受程度 是不是继续做下去 我们会看到在生物上面 生物学方面会有很多这种支持的信息 所以我们会描述病人 在不断往前发展的过程中 会有什么样的特征 所有这些问题当然都是很具有挑战性的 我们目前只能做到这种水平的调查和研究了 大家都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那么我们的病人Apotong模型 其实在这些模型里面 我们会不停地做活检 然后呢再给它做治疗 我想补充一下 我其实同意您的说法 但是也就是说我们一个探索阶段和一个应用药物的一个阶段 做一个明确的一个界定 那么我们用到 一期的用到这些生物标志物呢 主要是做一个发现 主要是做一个探索发现的一个作用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 我们其实已经是处在一个生物组的一个 已经是处在一个基因组的这样一个时代了 因此的话呢 对于未来来说 我们计算 我们打算在我们任何一个未来来的一个 来我们这里的病人 我们都会要他签一个同意书 让我们来去给他做一个生物标志物的分析 做一个这个基因组的这种分析 那么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用这些生物标志物 怎么样能够用得更明智更好 对于一期来说 刚才莉莉安也提到 我们其实的一个重点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 我们不仅仅是在一期去看他的毒性 看他的一个推荐剂量 而且呢在一期我们还要去关注他的疗效 还有关注受试人群这个病人的这个人群的特征等等 所以一期的这个关注点其实已经有一些变化了 像刚才的话呢 李教授也跟我们明确的描述了第一阶段的一些挑战 我们希望呢就是通过大家共同努力呢 能够去解决一期的这样的一些挑战 比如说我们一期遇到的挑战 包括了病人的受试者的数量很小 我们的这个样板很少 然后我们怎么样去能够让这个生物标志在一期达到 更应当达到的一个效果 这些都是我们遇到的挑战 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大家要一起共同努力 Cisco其实也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努力 来帮助我们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良好的环境 比如说像在吴教授的医院里边 我们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做法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一下 不仅仅是不管是病人的这些特征 还是你的这个研究的一些结果 都能够拿出来跟大家去共享的话 在我们的一个药物研发当中一定会走得更快 所以我想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些核心信息 然后在我们的这些机构之间来实现一个共享 这样的话创造一个更加好的一个信息共享的环境 使得我们未来的一个药物研发更好 我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我们手上人体的话 一般是以动物的安全性来推算这个剂量的 那么在这个肿瘤患者当中很可能这个剂量是一个无效的剂量 那如何平衡这个毒性剂量和这个疗效剂量之间的一个矛盾 然后如果是入这个第一个低剂量组的病人的话 谈知情统一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策略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药物的半摔期特别长 然后要想获得他的三次药袋的话 可能要等上一个月甚至到两个月的时间 那么在主流病人当中这样子等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 是不是不伦理的 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一两个月的话 这病人已经是PD了 那给他的这个对他的治疗是无益的 不知道都要是这么看 谢谢 那么第一个问题你想问的就是 我们的一个基于动物来做的一个起始的剂量 那我们知道它在动物的一个 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安全的 因为这个策略已经很多年来都是这样去计算的 所以我觉得这是你想关注的一个问题 我想回到一期 一期仍然是以一个安全的分析 我们并不会说通过一个临床实验 一下子去到二期和三期 因此的话呢 我们要保证你的第一个这个病人 他是安全的 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然后第二个病人 难够让他对这个药物在安全的情况下 来去保证去研究他的药物的疗效 因此的话呢 在一期我们仍然不会去做大量的一个剂量 做高剂量 我们还是会希望以一个安全为准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安全优先的一个原则 所以的话呢 在一期的话 可能起始剂量上面来说 我们还是尽可能的保守一些 来通过动物的这样的一种 哪怕我可能在效果上面不是很有把握 但是要保证他的一个安全 那第二个问题 我先回应一下 刚才Lillian说的这个 然后我再来回答第二个问题 那我们要记住 大部分用到的这些确定起始剂量的一些这个动物的实验 像这样的一些老鼠 它其实都是一个繁殖率非常快的这样的 就是肿瘤繁殖率非常快的一种一种动物 那么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快速的得到这个肿瘤的繁殖 得到肿瘤的这些组织 那么这样的一种受试的对象 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呢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因为它能够去帮助我们去获得很多这个样本 但是的话呢 我们确实不能够去完全的准确的去估计说 它在人类的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效果 是不是会有一些疲乏 或者是在这个老鼠里边 它如果是大量繁殖这个肿瘤细胞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在人类里边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剂量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完全依靠这种动物 尤其是老鼠的这样的一种实验的数据 那我们还需要 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认识到 我们去评估毒性的这样的人类毒性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会是什么 而不要说是只是依赖于评估这个动物 尤其是老鼠的这种毒性的标准 因此的话我们为什么建议在你的一个一期起始剂量 为什么要安全 因为我们不希望第一个病人就死去了 也不要因为高剂量就让他致死了 所以的话我觉得咱们对于老鼠和人体还是有区别的 因此我们在把老鼠的这个数据用到人体上的时候 还是要尽可能保守一些 那么我觉得第二个问题的话呢 其实 现在我觉得 我们需要有一些中间的这样的一些标志 来去标识这个药物它的一些效果 像我们现在会做到一些其他的一些生物的影像 还有其他的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节省这个时间 能够让我们更快的去做出一个选择的决定 所以的话 现在我们其实 比如说在用到一个有效的药物之后 我们其实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去测试或者说看观察到它的一些效果 那么有一些情况下 可能呢 你会出现需要等待很长的一个时间 尤其是像在这个血的细胞当中的这些肿瘤 可能会需要等待一些比较长的时间 那么我觉得这个的确是让我们去有一些等待 但是呢我觉得我们已经是从过去的一种传统的一种评估 转换到了一种新时代的评估 这个新时代评估当中 势必会用到一些生物标志和基因组的这样的一些分析 那么我觉得现在呢 这样的一种时代是我们最兴奋的一种时代 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很多这些技术 提供了新的一个研究的方向和这种视角 我希望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新的视角的转换 能够让我们在未来的实现一些变革性的发现 或者是变革性的进步 那么我想去表达一下我的观点 首先就是我觉得今天下午的这个论坛是非常有效的 因为我们不仅仅是从整体上面去讨论了伦理道德 讲到了病人的一个选择受试者的这个挑选目标 然后我们还讲到了生物标志物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想提出的就是整个行业 我们的制药业 我们去推动这个行业的一种试验 那可能会是不是对我们的一个这个 学界学术界会带来一些影响 或者说这种制药界做的这种研究的重点 是不是跟我们学术界会有不同 那么我想呢就是对于中国来说 我们其实做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是一个高级研究班 那我们希望是能够推动中国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研究的进展 但是这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呢能够对中国的一些标准 一些规章的制度能够体现一些推动 包括了像国家的药监局呀这样的一系列的机构 在中国的这个行业的标准 行业的这些规章制度上面能够能够去进一步的推动它 能够改善它 那么在明天的话呢会在嘉宾的讲话当中 讲到在EMA在欧洲的这样的一些标准 所以我鼓励大家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们要去想一想作为一个标准的制定者 作为一个规章的制定者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责任和义务来推动整个中国临床研究 向前进步和发展 比如说他们能够有什么样的一些义务 能够为我们中国的临床的研究去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或者说他们在制定这种标准的时候 制定法规的时候 应当有什么样的一种意识来去推动整个中国临床实验的一个向前的发展 临床研究的一个进步 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愿意聆听大家在这方面的意见 我们也会一定会把你们的消息带给我们 像美国的这个药监局 中国的药监局 把它带给这些相关的这些规章制度的这个决策者那里去 让他们去认识到 在制定规章制度的时候能不能够做到一个更加和谐的一种方式 来推动整个临床研究向前发展 我有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在一期的临床研究里面就是 递增剂量的一个研究 如果是不用比如说20毫克的 然后我再慢慢升到40,60毫克 当这些60毫克已经安全的时候 可能20毫克的病人还在吃20毫克 能不能把它升到60毫克 还是继续吃20毫克 如果是继续吃用这个20毫克的话 会不会有伦理的问题 因为其实60毫克也是安全的 它那么低剂量的会不会对它有一个伦理的问题 取决于你的一个 这个爬坡的一个计划 你的这个计量爬坡的计划 你是用这个规则为基础的 还是以模型为基础的这样的一种原则 来去进行你一个计量的递增 然后你要去看看哪个时候会出现一个毒性 那你刚才讲到了20,40 然后去到60 那就是说 我觉得你是在慢慢慢慢的去上升了 然后你会去担心 你是不是已经我去到了一个最大的推荐剂量 或者是DLT了 那我觉得你是20到40 是一个50%的一个增加 然后下一个你要不要去到90 那我觉得取决于你当时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你的模型是什么 或者说你的一个原则是什么 那你已经有了这样的数据了 然后你的模型其实可以告诉你 要不下一次我是不是能够从60去到120 那我要 我觉得你要去看你当时用的这个模型给你的数据是什么 你这个是从60到90还是60到120 那我觉得你是在问的就是一个 一个就是病人 病人 这个病人内部的一个药物的低增 剂量低增 这里有一个加速低定的这个设计 这样的一个加速低定的方法 可以帮助你去做这个一个病人 单个病人内部的一个剂量低增的计划 那你在这个第一轮当中 第一个环节 第一轮当中 这个病人 他耐受度是比较好的 在第一周期他的耐受度比较好 然后在第二个周期 或者是在以下的周期 你可以做他一个内部病人 单个病人内部的一个剂量低增 那 通常来说 你还是可以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去帮助你 是不是决定做一个更高的剂量 那还有一个就是 你可以选所有的这些数据 然后做一个模型 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 做一个模型 来帮助你去决定你的一个剂量的低增 那我就提到一个它的不足之处 这个加速低定是很简单的 很好用的 但是 它是 它是一个比较近视眼的一种设计的方法 为什么 因为你只是用了这一个剂量的数据 来去决定说 你是不是要去增加或者是减少 或者是稳定在现阶段的这个剂量 那比如说 你从低剂量开始 这个其实在Gemcytobin的一个实验里边也用了 它用了十次的一个剂增 就是它爬了十次坡 才去到它看到的一个这个 读性出现的一个水平 首先你是零 零 一直到七 你都是零读性 你一到七 其实如果都是零读性的 那其实一到七的这个低增就慢了 你可以爬得快一点 这个爬坡可以快一点 因为一到七都是零读性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建议大家多看 因为你为什么要用三加三 或者是用这种代数计算方法 因为如果你只是用这样一个模型 你只是用这一个剂量的一个数据 那么可能你的这个相对来说 就不是那么的短 就不是那么的远式 比较短式 因此的话 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设计 它其实是需要你去看到 不同的一个剂量上面的一个数值 我的意思是 比如我现在有一个项目 我已经做到了120毫克 是没有GLT出现的 那我现在才做160毫克 但是我有病人还在吃40毫克的 他40毫克就是 那我的病人能不能 就是我现在160毫克可能还没过 那个28天的一个时期 那我这个40毫克的病人 能不能提到这个120毫克 因为经常会有病人说 哎呀我吃这么低剂量 他们吃这么高的剂量 已经做出来没有问题了 我可不可以提升 这样的话我可能效果会不会更好 是就是说 第二个周期或第三个周期以上的话 你是在同一个病人里面 你可以提升 但是能不能够提升一下子 不是同一个病人 你说不同一个 不同的病人 因为它是三个病人 一个剂量组 三个病人一个剂量组 那吃40毫克的 可能就永远吃40毫克 但方案里并没有写明 就是说我到达一定的毫克 我这个这个山组的 比如说这40毫克这个三个病人里面 我能不能再提升 对啊那就是同一个病人 你要提升 不同不同 我还是不同 三个病人入20毫克 三个病人入40毫克 三个病人入80毫克 但是你不是要这个40毫克的做完 你才可以做下一个吗 对 但是是不同病人 入的不同病人 这个我不懂的意思 就是说 我明白你的 你的可能意思是说 我这个病人可能吃了20毫克 然后我没有DLT 然后我再下一个周期 我增加到40毫克 对不对 这是我本来以为你要问的问题 不不不不 但是你的 我们的项目是 三个病人吃20毫克 就没问题了 我再又三个 重新又三个病人吃40毫克 对 这样的 那就是我 我自己20毫克 如果不PD的话 他就永远一直吃20毫克 那就是同一个病人 你要期望说 这个20毫克的病人 以后再 对 就是我可以 比如说我40毫克没问题 那个20毫克可以自动升到 对对对 可以 但如果不升的话 也没有伦理问题 不升 因为方案 也没有 那什么情况下可以升 就是没有 我不需要会伦理 然后我可以直接把它升 或者有PI的决定 这些都是需要在你的那个protocol里面 要specify OK 就是说你要决定怎么做 你就要照这个做 那病人要 要先签同意书的时候 你要告诉他说 这个是怎么样子 那就是说至于说 要不要在同一个病人里面升的话 那这个 没有 我想没有伦理问题 OK 那again 就是说这个另外一个 就是我刚才讲 就是说 你要那个protocol 就是你要 你要make sense 然后呢 你病人 你解释给病人听嘛 对不对 那病人同意 是这样方案的话 那就 我们的protocol没有写明 就是说 应该要写明 可以升 可以升上去 对对 应该要写明 但因为一直没有升 我们现在 就像我们现在 已经做到一半二了 那个病人吃适时的 还是在适时好课 我自己就在想 会不会他吃高一点 可能会有效更好 是 应该是这样 所以通常是允许升 那如果是按道理的话 可以允许升 或者不升 都没有问题 不要看方案 谢谢 有两个问题 我用中文讲 第一个问题就是 因为FaceWin的病人 前面都是做过标准治疗 那有一个时间叫Wash Out 我们需要个洗脱期 那么 但是 我们也看到说 Memorial Slam Kathleen 发的文章是 这种EGF托边病人 吃TKI以后 把它停掉以后 Did this play 说这个Wash Out的时间 如果到底怎么来定 有时候会爆发性的生长 所以这是不是会有个伦理问题 我们到底是要定多长时间 是个Wash Out 你时间太短 说前面的药物 对它后面有影响 但时间太长 它有可能意味着 这个疾病会爆发性的生长 那么病人有 有损害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就像李李刚才讲 FaceWin是Safe Analysis 主要是安全性 但是比较有意思的是 我们在研究BioMark的时候 因为作为一个Predict Mark 实际上有两种 一种是预测疗效 一种是预测毒性 但我们在研究BioMark的时候 都似乎都在强调 研究疗效 而没有去研究毒性 但是一期临床呢 恰恰是研究的是安全性 Toxicity 所以这个问题 Panel是 这个成员是怎么看 我问两个问题 我要看这个药具体是什么 洗脱器到底针对什么药 比如说有一些药 你刚才举的那个药米 我不太明白 你是举的什么样子 但是我们还不知道 他的这个基礼呢 在一起研究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 这个洗脱器有多长 我们有这个Memorial Sloan 他的文章 他的这个论文里面 提到了TKRZ的PD 他说有风险 所以这里是有伦理问题的 那么你要知道 一期的人群 你要知道 一期的这个总样本量 我们不知道 这群人到底 能不能从这个 实验中能获益 或者能够长 能够延长他的生命 我们不知道 这里还是个位置的领域 对吧 但是如果你等的时间太长 肯定不会有好结果 但是我们也非常关心 这个毒性 在一期 它并不是一个治疗器 这个一期 它是一个安全的 一个考量 我想你这里 可能是有一个 治疗方面的一个误解 你觉得不管给它什么药 它都有个治疗性 因为它有癌症 你是不是一定 就肯定有效果 我觉得如果这个病人 他不能等四星期 他就不应该进入到 这个一期的 这个临床研究 有一种是 第一次用于人类 还有另外一类 是这种同类药 我们知道 具这个同类药 比如说 EGRK TT 还有这种新药 新药 但是呢 是一种新的类别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其实已经 读了那篇文章了 那么这个 Wash Out 并不是一期才有的 在二期三期都会有 所以你是说 对于一期而言 这个Wash Out 并不是一定需要的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Wash Out是一样的 Wash Out是必须要要的 而且你的这个问题 其实是关于是不是安全 如果他在第一个药上面 是有没有安全问题的话 那第二个药 你也不知道 有没有安全问题 问题是 持续时间有多长 能不能减少到 两星期 三个星期 就要看你这个药 到底结果怎么样 如果你知道他的半衰期 那你就知道 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就要找到相关的 这个信息 来知道最后这个毒性 会是怎么样的结果 你是 其实你的这个一期 他的这个对象 他都是癌症的病人 关于这个毒性 还有这些药物 可能对他们产生效果并不好 因为你可能在这里 得不到一个安全方面的 一个特征性的描述 这一点是需要 格外的加强 因为这个一期研究 是特别要关注 安全性的问题 关于生物标志呢 我们的生物标志 要看它的代谢情况 这个药理学的代谢情况 那么也要在一期里面做完 这样才是有意义的 因为许多数据 还可以从临床前的 一些研究中得到 你在研究这个临床前 就可以得到许多这种 代谢方面的这种数据 我关于这个EGI抑制剂的问题 我们知道EGI抑制剂呢 在一期临床 其实是在这个突变发生之前 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在EGI突变之后 也许EGI的突变 对于这个剂量是有敏感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不是还需要 另外进行一个 一期临床试验呢 来看看这个最佳 剂量是多少 很好的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有着不同的人群 那么这些人群 可能非常敏感 只需要这么多就够了 那么有一些人 他们可能 有些人 他们非常敏感 而有一些人呢 不管你剂量增加多大 它都没有什么效果 那么通常 其实我们的一期 是不会做这些的 因为我们事先也不知道 哪一些人群特别敏感 哪些人群完全没有反应 我们可以在开始的时候 把剂量调得低一点 因为我们先看看 虽然本身的剂量 也是安全的 但是先把它调得 更低一点 看看病人能不能 在比较低的剂量下 就获得这个效果 你一旦取得了一些数据之后 你会继续就往前走下去 大部分的制药公司呢 其实希望我们往前走 不要往倒退 那么不管怎么样 它都希望我们 那个往前推动 不希望我们走回头路 这是制药公司的一个意愿 我想再来看看 这个毒性的这些标志物 通常我们对于有效度这方面 效率方面有许多标志物 但是对于毒性的这种标志物来说 我们做的还不够 我们应该建立更多的 毒性的标志物 比如说关于个人的这种剂量 这是一个非常挑战性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有更多的数据来做模型 不过即便如此呢 我感觉 我个人感觉 目前的药物开发 其实并不是最好的 我们现在目前的药物开发方式 并不是最优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你想象一下 一个倒置的金字塔 第一个 第一阶段是30个病人 第二期是有60个病人 那么第三期 你就到了第三期 你可以有500个病人 所以很难怪 我们老是会失败 因为我们的一期和二期研究 可以掌握的信息非常少 我们往往过早的 就跳到了三期的实验中 所以我个人觉得 其实要想取得进展的话 我们应当做更多的一期和二期研究 而且要做更多的一期的 这种随机性的这种调查 才能到三期的调查中 来看看毒性的一些标志物 我觉得这个标志物 总是很复杂的 特别是毒性的标志物 有两种不同的标志物 一种标志物呢 它是说这种开发的风险的标志物 比如说这种通用药物的标志 就是说哪些人会有一类风险 哪些人会有毒性 因为他们可能因为药物代谢的 这种活力降低了 而还有一种标志物呢 就是说它是一种中介的一种标志物 比如说可以反映出这个组织的损害 我们可以看看血液的循环中 看到会有这种肾脏的受损情况 那么所以我们有两种不同的毒性标志物 两种我们都需要 才能让我们的诊断试验更加有效 而不能只靠一种毒性标志物就够了 我来问一个伦理的问题 如果这个临床试验对病人是有害的 但是确实我们能给病人提供很多补偿的话 如果伦理委员会 他们想做一个这个调查的这个审批 谁来最后做决定 谁来拍板 他符不符合道德 我想您的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要给一些财力上的 这种奖励措施给这个病人 我想你谈到了一个 可能会造成很大争取分 这个分歧争议的一个领域 我个人 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种留学家 我觉得我不太接受这种做法 就是给这个病人塞钱 让他来加入我们的这种临床研究 给他钱清钱的鼓励 我觉得这里是有一个利益的冲突的问题 不太合适 这也是 文力委员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病人 免受风险 少受风险 但不让病人被强迫参加这种临床试验 而这种试验可能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当然一个绝望的病人 他可能会说 如果他给我一万美元 我就参加了 然后我就可以把这个钱传给我的下一代 那我就参加了 这个不是伦理 不符合伦理 那么作为伦理委员会呢 你要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以不能批准这样一种给病人额外加钱 让他们参加研究的行为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会议 我们这里就暂时结束了 我们后面 因为其实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 今天 那明天呢 我们会着重关注 批癌的责任 还有二期和三期的临床试验 还有一些案例的分析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 在同一层的另外一间 去参加一个欢迎酒会 我们欢迎所有人都参加 我们可以在欢迎酒会上 来继续就其他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来交换一件 增加我们的友情友谊 晚饭时间是七点半 七点半 欢迎大家参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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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